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也问大家早上好 从我和苏菲这边问大家早上好 谢谢黄庆辰常常的介绍 是的 他是从他的心讲的这些话 而且他传递了这样的一种信息 那就是你要处于另外的一种心理场域的话 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而言 这个心理的场域 每天都以一种新的方式 在给我惊奇 惊喜 我感觉我处于另外的一种心理场域当中 所以我也就完全地依靠于这种场域 有时候我也很惊奇地发现 全世界有很多人 也同样地受到了这个场域的影响 而且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移动 是一种爱的移动 是一种爱的移动 由于这一个更广阔的场域对我的要求臣服 由于我遇见了苏菲 there is another mental field suddenly coming in connection with my field 那也就有另外的一种场域突然跟我的场域建立了连结 你们在这儿也可以观察到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workshop 这个工作坊的第一部分 she has insights suddenly that surprise how could she know I am surprised all the time and now these two fields they come now together and I can't imagine the way this will go on and now I have been a man for many years a man without a connection to women 很多年来呢 是作为一个对女人没有连结的男人 I have been a priest 我曾经做过牧师 for many many years 很多年的时间 and though I grew up in a field the women were excluded 那我成长的那个场域当中 女性是被排除的 and I developed and I developed male thinking 所以我培养出来的也是一种男人式的思维 and the basic insights I had when I began with family constellations come from a limited field 所以我刚开始 做家族系统排列的时候 得到的那些洞见呢 是来自于一个有限的场域 那是一个哲学的场域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哲学的场域 我把它称之为现象学的哲学 而我最近写的好几本书呢 也都是哲学 现象学哲学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意思是什么吗 那这个世界呢 是一种现象 这就意味着说 事物会呈现 那现在如果说 我要去就一个主题 在做工作 比如说量知这个主题 什么是量知 什么是量知 那我可以观察到 整个西方世界呢 都由量知这个概念 这个观念主导 这个影哲学 这个影哲如此深远 以至于所有的哲学家 我所知道 我所知道所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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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个里面它都主要依赖于良知这个概念 它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人们会将自己灵魂的声音 是做上帝的声音而觉得自己需要遵守自己的良知 一直都得遵守服从 要不然你将受到谴责 受到上帝的谴责 与此同时你还将受到自己所归属的社会的谴责 现在我回到现象 我将自己暴露于 长达六年之久 我让自己完全地专注于研究良知六年 它是如何呈现的 它是如何呈现的 那良知的影响作用又是如何 那现象学的方法意味着 那现象学的方法意味着 那现象学的结果如何呢 如果你不带评断 看着所有良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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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静就是 如果你跟随你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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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到归属某一个特定团体的权利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好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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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的行为方式让你感觉你有可能失去归属团体的权利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坏的良知 这个坏的良知会迫使你去改变你的行为 让你再次得到归属的权利 你们能跟着我的这个想法吗? 那良知曾被认为是上帝的声音 而我发现好的良知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所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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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能在我们将自己好的良知放在身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 所以我写的很多跟智慧有关的书都是现象学观点的 我以一个词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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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些书都是跟词汇有关的 但是这些词汇是以现象学的角度得到的 最近的其中一本书 我希望明年可以以中文出版 这本书名叫《疗愈》 你打开这本书你却不会发现你预想的关于疗愈的内容 你看到里面写的内容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疗愈和疾病并不是在身体层面的 他们是超越这个的 因为我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移动 所以很多之前追随我的人也离开了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跟随我的话 他们会失去他们所归属的某一个团体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做家牌的人并不知道我关于良知的 那这就是我的方式 而且这是一种男人的方式 那当然有缺失的部分 那缺失的现在就站在我旁边 那苏菲是来自于另外的一种领域 另外的一个范畴 不是思考的 而是感受的 而是感受的 去感受能量 去感受能量 在别人正在经验的能量 那就是女性的那个部分 那也是我缺失的那个部分 而你们也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说如果我们两人共同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方面我是完全依靠她的 只依靠她 完全依靠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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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